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办实体的展览 那现在透过线上的方式也是希望给大家更进一步了解教育讯息的一个管道 110年国中教育会考成绩预计11号放榜 国中9年级将选择下一阶段学习场域 但今年遇上疫情三级警戒大型活动都取消 为顾及学生选校权益 新北市教育局规划高级中等学校教育博览会 首次改以线上直播达课问 运用Google Meet直播会议室 6月10 11号两天八个场次 让学校与家长学生能有及时的互动环境 那今年呢在110学年度 我们又从美工科里面再独立出来成立了室内设计科 那这室内设计科当然顾名思义 非常直接就专门在做室内设计 这样的单一方向的一个内容教学 当然我们复兴在永和地区 也要照顾到一些学生需要有属于比较资料处理 这种商科电竞电商这方面的相关的课程内容 所以我们也有资料处理科 新北市高中教育博览会 线上直播达课问 各场次分别由中和高中科亚林校长 瑞芳高中年农园校长等八位高中职校长 担任主持人 各分区的高中职学校代表介绍校园特色与发展 后段开放家长及学生现象及时提问 不因疫情关系打乱高中职学习规划 国际教育的部分 就是有没有针对这一点 可以再做更详细一点的说明 谢谢 国际教育的部分 那包含去日本的教育旅行 那这通常会在12月份的时候 那这部分大概会有日本的学校到我们台湾来 那我们就会接待他们 那或者是以我们像现在是疫情期间 我们的老师跟日本像我们跟双叶女子高校的合作 我们就会线上共备课程 那我们也曾经邀请他们来我们台湾这边做跨国课程的发表 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在课程上去做合作 新冠肺炎影响学校停课 学习被迫改变 新北市教育局将实体博览会运用科技直播会议方式呈现 换个方式给学生和家长建议 让学生对于自我生涯规划不因疫情受影响 记者曾定家综合报导